停等红灯时,这名骑士突然弯下腰,不晓得在忙什么 仔细看原来是在找打火机 只见他突然点燃手中的冲天炮,往上举起 碰的一声,边冒出大量火花,边往天上飞 吓得后方骑士当场爆粗口 有网友甚至笑说这难道是电影功夫中 一只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的桥段吗 地点在台北市景文街上,位于景美桥口 旁边还有国小 附近居民说旁边的河堤,过年期间天天都有人在放烟火 但在马路中央放炮,确实有点夸张 目前台北市统计除夕到13号为止 总共接获爆竹烟火检举案共47件 至于新北市,从除夕夜统计至14号早上8点 接获的检举案件更是多达了830件 目前规定台北市河堤公园全面禁止放烟火 违规可罚6000元 新北市则是有8出地点可释放 晚上10点后到早上6点禁止释放 但是他这次释放烟火的地点 其实刚好就在一处学校的旁边 按照规定50公尺内是不能释放烟火的 否则可能会让罚单上升到3万元 虽然连接期间大家想感受点年位 但也别在马路上 还是找个合适地点 可别一直嗨过头,违规施放 吃上罚单,把新年红包全都吐出来 TVBS是王金罗关于台北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